新春先恭喜大家牛年心想事成 身體健康,股雲幸同 市由昨天開始已經闊步而上 今日進一步向上攀升 指數在下午曾高見31,168點 等同今個月相對低位是1日28,382 整個月的波幅已經2786點 說幅度來說不算特別少 但大家要留意上一陣去到30,191點 是由騰訊,是由美團點評和港交所去拉動 但今陣的上升創下這個高位之後 是由甚麼呢? 舊經濟股都開步 例如好像匯控、中移動、內銀、平保 這些是慢慢慢慢向上行 有理由相信這一陣新舊經濟股同步上升 會帶來更大的浪化 由於恒指已經攻破了19全年的高位 30280點 即是說在年圖來看 下一個上目目標 絕對是18年1月29的歷史高位 33484 順帶一提 星期四、18日 北水開始南亞 會不會有更大的浪化呢? 我們儘管拭目以待 但我覺得這一陣的升勢 比上一陣的走勢來看 來得更加實在、更加硬正 我們會見到